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 在狗狗的世界里只有主人 途中 一只白色的大狗正嘴里叼着一个大冰块 费力的拖行 流浪狗拖着一个大冰块 女子走近一看 却被冰块里的东西给刺激到雪花新闻路上的行人 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 这大冷的天叼着冰块做什么 难道里面是食物 其中一位女子好奇上前查看 当看清冰里的东西瞬间愣住了 冰里竟然有一只白色的小狗 看着大狗松拉拉的肚子 明白了这是他的孩子 只见大狗将自己已经冻死的孩子 拖进了洞里 看着真让人伤心 流浪狗拖着一个大冰块 女子走近一看 却被冰块里的东西给刺激到雪花新闻 这样不幸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 冬天对于流浪狗来说是一次生命的考验 他们没有家 一旦下雪气温骤降 再加上没有食物 像这样被冻死饿死的事例每天都在发生 狗妈妈不愿离开孩子 将它带回家 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爱护自己的狗 不要随随便便狠心抛弃他们 这等于给他们判了缓期死刑 今天小编为各位具有带来的文章就到这里结束了 文章虽然结束 但是小编的创作却永远都不会结束 如果各位具有看到这 觉得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宠物文章还不错 可以为小编点点关注 让小编有荣幸 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宠物文章 同时 也麻烦阅读到这篇文章的各位具有 轻轻动一动你们大富大贵的发财手 在文章的下面为小编点上一个小小的赞 这个赞 在小编心中值千金 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个赞更能让小编快乐了 在小编宠中不错 在小编正的里面里面里面不耗尽 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事情 在两个人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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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